说温这个爱省冬季驾驶的第二部分 上次我们说了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准备工作 就是你出门之前在准备要带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这个车的一些准备工作 你的maintenance的维护啊轮胎啊这些东西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 如果你就是在城市里面正常开车上路 你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具体的一些技巧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你可以就比如说 你有那些情况可能会发生 然后心里有一个准备 然后并且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样的话呢整个就会安全一些 那最后如果咱们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些实力和练习 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所有就是 在整个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把这些所有的技巧啊 大家需要看什么需要做什么 都尽量的说的全一点 这样最后的话如果要是没有时间 那大家就可以在自己在那个开车的时候 再去练习再去注意 OK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识别高风险区域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 有哪些路是好走的 哪些路是不好走的 你应该开哪 如果开到这个雪里的话 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危险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卡尔加里啊 比较常见的雪地是什么样子的 那路面积雪呢 这个是就是一旦到开始下雪了 在冬天啊 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个不是很常见的 是肯定会有的 但是它有不同样子的积雪 然后不同样子的积雪呢 大家可能开在上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那处理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 那首先呢第一种情况啊 这个图片呢 虽然是在比如说城郊外面拍的这样子 但是呢它这样子的路面 很跟就是咱们在小区里面 看到的冬天的路面非常像 就比如说小区里面嘛 这个雪车 蝉雪车它可能也没有经常来 然后呢中间呢 被大家都压出来两条 这个两条车道 但是被压出来这个轮胎叶呢 这块这个雪就很湿很滑 两边呢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 虽然它雪不厚 但是呢在这个轮胎叶这块这个雪呢 就会有就是有冰啊 然后会打滑呀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没有什么牵引力啊 没有什么红红擦力 所以呢这种情况 在小区里面是很常见的 那大家在这种情况上开的时候 在这种路上开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要去找比较有 就是没有那么多冰的地方 就比如说你走在路上 你看这个阳光打在这个地面上 都有点反光了 那就是有冰很滑 那你尽量呢可以就比如说 避开这个车轮叶去看 这种情况在第二张图片的这种情况呢 一般大家可以在比如说高速上看到 就是说本身这个高速上的积雪 不会积很多 因为车流很快对吧 然后车有很多 所以就算没有铲雪车过来铲雪 但是它这个路面上的雪也不会很多 一般上有一些雪可能就比如说风吹过来啊 或者这个车走的时候带过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两条明显的这个车轮叶 但这个需要知道的呢 就是有的时候能看到车的线 但这个车轮叶上不一定在线里面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两边车的距离 还有一种情况就第三种 第三种这种就比如说 在小区的主路上 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路 但还没有速度很快 但像这种的话呢 就比如说产雪车可能产 经常会来产 但是可能刚刚下完雪 大早上呢 然后产雪车还没有来 又有很多车在上面走 就会变成一种很湿滑 然后雪就跟雪泥一样在那边 又很脏 然后底下可能看起来不是很滑 也没有什么冰 但它确实还是会在停车啊 起步啊 转弯的时候造成一些危险 所以这三种路面情况 是在冬天非常常见的 在不同的区域 就是小区里面 高速上 还有大竹路上面 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不同的驾驶的一种 就是驾驶的体验吧 嗯 那具体应该怎么去找自己的车道的位置呢 如果在没有 就是没有 或者有很少积雪的路面上的时候呢 就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高速上 那大家就尽量去找没有积雪的地方 去开就可以了 像很多人可能在路口之前啊 或者就是说冬天去水车的时候 我就问 哎 那如果要是这个车轮子一二 跟这个车道的这个画的线 不一致的话 那我是选哪个 我是跟着哪个走 那你只要看当时的情况了 就比如说如果两边车很多 就柳国说两边的车 它是按照这个车的 车的这个线来走的话呢 那你也尽量按照车的线 就是你要知道两边 我们家猫 两只猫在这打架 你要知道这个线 我被distracted了 就是刚才说什么来着 对如果两边的车 它按照线来走的话呢 咱们主要的首要任务 最安全的就是跟两边的车保持距离 那咱们也尽量走在线里面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按照车轮院走的 或者说你按照车轮院走的时候 两边的车没有跟你并排 或者跟你有足够的前后的距离 那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毕竟在就是在干净的路面上走 跟你在雪地上走 你的牵引力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那你这样子的话 如果万一发生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打滑的几率会小很多 所以呢尽量去找好走的地方去走 那payment market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 就是退居次要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大家平常在路上冬天走的时候 除了这个除了车轮子叶之外 都看不到payment market 都看不到地上画的那条线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跟着这个车轮子叶走就行 哦说到这个刚才忘了提了 有的时候你看看车轮子叶 你看好几条车轮子叶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走的是哪两条 有可能你是跨着两个车轮子叶走的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左边 左边这两个是左边那条线 中间有两个是中间那条线的 然后右边是右边那条线的 但你可能是走的是这个中间和右边这条线 这两个跨着这么走 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要是不确定 你要看远方 看远方 然后看整个路大概有多宽 它能有同时过几辆车 它就有几条车道 那这个时候你来去选择你应该走的那个位置 或者如果前面有车的话 那你跟着车走这样子会比较好 不要低头 就是不要看车前面的这个车轮 不要就是只盯着那个车轮 顺着车轮走 一定要看前面 看一个大概的情况去找自己的那个位置 那如果要是大家进了小区里面 进了小区里面就是那种积雪不多 对吧 但是有一些地方被压实了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如果它已经开始反光了 已经很滑了 那大家可以就可以另一条道路 就可以去走一个稍微松软一点的地方 但是你走松软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呢 确实你的牵引力会稍微好一点 摩擦力会好一点 但是有一种另外一种隐患 那就是如果要是说 这个雪地的这个雪下那边 这个路面啊比较深 就是这个积雪比较深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陷进去 这是一种隐患 如果你只要你不是太靠路边去走 一般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掉的 就是你稍微偏一点点 就是你比如川轮地在这儿 你稍微挪一点点在这边走是可以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会比较好 比较安全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小区里面 因为你的这个速度本身 不会很快 所以这种时候呢 你在这个 就是按照这个车轮的样子走 问题也不大 但是如果你要是稍微想小心一点的话呢 可以就是另辟一条小路 就是在他旁边走 这样子感觉会稍微安全一点 比如说你要是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刹车啊 比如说前面可能有小孩子 你看到有小孩子在右边走 就是你看到有行人在那里滑来滑去的 那这种时候你有可能要小心一点 那你可能一个是慢下来 一个是稍微走一个好走一点的路面 就稍微学松远一点的路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着其他车的行 这个其他车的轨迹走 其他车 其他行车的轨迹 其他司机的行车轨迹走 那这个时候一般就是 比如说你刚刚下完雪 一片白茫茫的 然后呢 可能就有一辆车压着过去了 那这种时候 你可能就是跟着这辆车走 因为如果有的时候 他下的白茫茫的一片 你也不知道这个雪底下是冰啊 还是就是路面啊 你不知道雪底下买的是什么 所以呢 如果跟着其他车的走 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安全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知道的是 千万不要就是乱走 在这个雪面上面乱走 你还是要保持 自己在路面的右板部分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万一比如说 那边有一个弯道 然后有对面来的一个辆车 你不会马上就跟他撞到 你不会需要急转弯 你不会需要急刹车 所以当你看不见 Payment Marking 然后也没有轮胎一样 让你跟着走的时候呢 那你就尽量把整条路 一分为二 你把就是这个沿着中间 沿着中间的右半边去走 这样子是符合规定的 然后也是比较predictable 就是其他车知道你大概应该会走在哪里 它从对面来 或者在事件不是很好的时候 它不会一下子就跟你撞到 现在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咱们就继续 刚才咱们说的是路面 另外一种路边的雪堆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是 就是 比如说像卡尔加里 这三个都是非常常见的 卡尔加里的这个路边的这个样子 比如说像这个 这种情况呢 就比如说铲雪车来了 把这个雪 在路中间的雪都铲了 但是呢 它把雪都堆到两边去了 但是堆到两边去了之后呢 周围又有一些房子 它可能没有车库 然后大家都停在路边 像这种呢 它在这块 就会有一个很硬的一个边缘 就是可能大家走在这里啊 就是开车走到这里 沿着这个边边走 然后慢慢压出来压出来 压出来像一个curve一样 像一个路边一样的 那么一个边缘 但是你停车的话呢 又要越过这个边缘 停到里面去 因为你不可能停在路中间嘛 所以越过去停进去了之后 你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困难 就很有可能就被困难了 你就可能就过不来了 因为可能比如说 这边底下有冰啊 或者说这个话了 又下雪 然后又化 然后又有其他的积雪上来 然后脏脏的 湿湿的雪在上面 所以就可能又硬 又不好走 然后就会咯噔咯噔的 路很不平 然后又很滑 像这种情况出来 确实是会比较困难 另外一种这种路边 这种是没有 没有雪 没有缠雪车过来 但是呢 路中间被压出来两条车道 然后两边呢 因为没有车在上面走 那大家进去啊出来啊 就会有一些坑坑洼洼的这些情况 那有一些地方比较低 有一些地方积雪比较厚 那像这种呢 你在走的时候 进去和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危险 就都会有一种卡在那里的风险 然后待会我们接下来说 是怎么去处理 第三种图片 第三个图片呢 这样子的话是稍微平整一点的 但是像这种平整的路面呢 它可能积雪非常的厚 它厚的时候 你也可能会陷进去 那所以呢 比如说大家在转弯的时候 或者停车的时候 尽量不要跑到雪队里面去 停车的时候呢 像这种雪 如果大家都不在那里停 然后你看雪油很厚 那就尽量避免在这块 所以我们在说 怎么去处理之前呢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 VD 看一个照片 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 所以咱们看这辆车 其实这个车 就是经常 大家其实在路边 经常能看到冬天 就是有一辆车 可能停车的时候 就卡在那了 可以看到 首先雪是有一定厚度的 然后呢 路非常的不平 坑坑洼洼 有些地方厚 有些地方薄 然后这辆车呢 可能正好就卡在那个 就是它那个轮胎 线的低的地方 然后它又跑到 就是稍微厚一点的地方去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去 那这个时候 就是非常容易就卡在那 你动不了 但是其实你看 像这辆车 它其实是有一些机会 它是可以过去的 大家先说一下吧 我先问一下大家 你发现了哪些特点 就是这辆车 它在干嘛 它都做了什么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发现了一些 它开车的特点 它开得快还是慢 所以它是在使劲踩油吗 还是在慢慢的踩油吗 好 有人在车里面说 它开得快 对 它开得很快 对吧 对 它开得很快 然后呢 所以它那个轮胎 就一直在那里转 但是实际上你看 它如果要是说在这边 就是它持续 之间有动了一点点 那个时候 如果它稍微慢一点 然后让这个轮胎 抓住这个雪 它其实就不至于 在那里原地打 打轮了 然后另外大家还没有看到 它是往前走 还是往后走 一边往前一边往后 如果往前一边往后 它是一直不停地 你还能再往前走吗 原地打滑 还是在远地打滑 往后走 待会咱们继续把这些都讲一下 但是你看它最后 它因为都打的 它打轮打得很快 这种时候 它其实就是在磨底下的雪 就好像把底下的雪都磨平了 你知道吗 而且都压实了 越来越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打轮千万不要 就是你不是打轮 就是踩油门 千万不要踩到车 包括刹车也是 一下子刹住了 然后包括一下子 踩油门踩得很粉的时候 它都会在那里 就是开始原地打转 然后底下的雪 就越磨越湿 越磨越湿 越磨越滑 就是完全就出不来了 很有可能 就是你的积雪底下 可能也是有一层冰的 那你把上面这些雪 都磨完了之后 那个冰在底下你更滑 另外一个如果大家看这个视频里头 就是你看它这个轮胎 它实际上是把两边 就雪推到轮胎 轮胎两边去了 那所以它这个轮胎底下 其实有个小雪丘 那这个小雪丘呢 一个是滑 另外一个是你要是上去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掌握好技巧 才能够过去 如果过不去 你就在底下 一直在那里打滑而已 所以它最后这辆车 加根也是没有出去 它出不去 那这种情况 如果要是怎样 你就试啊试啊 试了很久 你出不去的话呢 首先你要知道 这种情况在冬天非常 尤其是在卡尔加里 你停车时候 特别特别的常见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尔 在旁边 像这种情况 你就算技术太好 再好 你也可能会陷进去 你陷进去之后 你要是出不来的话 你就需要做一些准备 那这些准备包括什么呢 就像我们上次课说的 你要准备好这个traction mat 就是任何关于traction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猫沙啊 或者是沙子啊 一大沙子啊 或者是盐啊 这样子你在底下 你撒在轮胎前面的 这一片雪地上 之后你会有一些摩擦力 你车慢慢就能上来 只要你加速加得慢一些 另外一个可以 就是比如带雪铲 雪铲的话 就把前面的雪铲 铲得稍微平整一点 然后这样子 你这个坡度会缓一些 就不会在这个轮胎底下 有个很急的一个小雪球 这样子你出来的时候 会稍微好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拿一个拖车链 拖车链的话 这样子你叫人过来 或者周围有人好心人 可以帮你把这个车拖出来 然后另外呢 手机 手机大家准备好 这样子如果要是 出不来的话 你可以救援嘛 对吧 你叫朋友或者家人 过来帮你退一下车啊 或者如果你在家门口 出不去了 让他们出来 这样这个退一下车啊 或者是帮你叫一下 拖车啊这种 但是有一个事情 为什么要特意提一下 手机这个事呢 就是好多 比如说那个用iPhone的 用iPhone的大家 大家可能就是在卡尔加里 如果你刚刚来 可能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iPhone的电池 确实是有一个问题 之前我上次去那个 Apple Store还问了一下 我问一下这个电池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他们说还没有 就是它一旦到了 就是温度一定低到一定程度 一旦低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呢 这个iPhone手机就完全就死掉 就被冻死了 然后呢 开机也开不开 所以呢 这种时候 如果你要是在车里 有一个充电线 或者说有这个充电宝 这样子呢 你手机如果冻死的话 你充一下电 你还有机会去救援 就是呼叫 就打电话给朋友啊 家人啊 或者叫拖车啊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在就是停车之前呢 就尽量不要找 就刚才我们这个 这些图片 那个 那个 展示的这些地方 就是 像这种情况呢 你进去可能 你咯噔咯噔跌进去了 跌进去出来之后 确实是不好处 而且它这个curve 有可能会很高 我的猫猫挡住我了 它的curve有可能会很高 所以呢 除非你真的在那里缠 男人缠也会很难 因为它都是 都是冰嘛 所以这种情况 就尽量避免 尽量找一个 就是血稍微来说 稍微平整一点的地方 然后积水不是很厚的地方 或者像这种地方 你不要找坑弯弯的 还是就是平整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你出来的时候 不至于说 一小子遇到一个小雪球 你就过不来了 所以找一个更好的停车地点 或者说找一个停车场里面 停车场里 清过雪的停车场 这样子会相对来说比较好 就完全就避免这种情况 好 那如果要是真的 你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具体操作 首先一定要踩刹车 和踩油门的时候 都要慢慢的踩 我说的慢慢的踩呢 不是说你就踩一点点而已 就是你还是要往下踩 但只不过踩的节奏 非常的慢而已 像刚才那辆车 它其实大家看 它刚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动了一点的 就是你在 比如说 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往前往后 都也在动 然后往后的时候也在动 往前的时候也在动 其实在它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它如果一旦踩刹车 踩或者踩油门啊 慢慢的踩 它可以抓住雪地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个雪 这个车就给带出来了 但是你看它动起来了之后 它一下子踩油门 就一下踩得狠狠 然后车就开始原地打滑 所以像这种情况 一定一定踩油门 要轻轻的踩 让它有时间抓住那个雪地 所以如果这个车在动了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兆头 它动起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继续去踩油 继续持续的慢慢慢慢的这么踩 然后你能感觉这个车 慢慢慢慢的一直在动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过去了 你就可以越过那个小雪球了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慢慢踩油门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试着要前后走 比如说你踩着踩着 发现又卡住了 还是慢慢慢慢踩 但是卡住它不动了 动不了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往后倒一点 往后倒一点 然后再往前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有一点那个惯性 帮着你把这个车推过那个小雪球 所以像刚才那辆车 它其实也在做 它在前后这么来回倒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一下子踩油踩得太狠了 OK 所以你在动的时候 前后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车啊 这个轮胎 从那块已经磨平 或者磨得很滑的那一块 给它移开 移到一个稍微松软一点的这个路上 移到松软一点的这个这个雪上 这样子你才有 才可以抓得住 这个毛在这里一直给我倒了 然后另外呢 一个是往前或者往后 这么来回调整 你方向盘也可以多调整一下 比如说你要往前往左走 你方向盘本来往左打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转转了 调整一下方向盘 让它往直着往前一点 第二道一点就是 可以抓住的那个雪地上面 这个时候把车动起来了 之后你可以再去调整方向 就是一旦过了 其实它就是卡住了 被一个小雪球给卡住了 一旦过了那个小雪球 就会横很多 那过小雪球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慢慢的踩油 千万不要着急 千万不要一下子踩很多 就算车开始动了 也要持续的慢慢的去踩油 OK 这关于这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讲的 明白我讲的是吧 我现在看不到车 所以所以大家如果需要 需要说话的话 你就直接打开语音跟我说就可以 So far there's no chat 你们明白吗 有没有问题吗 没问题 OK 没问题 很好 很好 那我继续了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停车在路边的时候呢 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可能会散了 就是限住了 动不了了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在坡道的时候 在冬天也是会 发生一些情况 就是你动不了了 或者往下走 开始溜坡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video 让我们看一个 小费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are you alright? that shit sucks it sucks dude look at your car is this your car? look at your car oh my god your trunk oh my god here comes more they need to stop people oh my god this oh my god i'ma slip oh shit you can't do this guy oh damn oh damn he really fish oh good idea oh good idea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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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oh my god oh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do you think? 大家看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里 没有人 拿我来说 所以它其实这种上坡啊 就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你在上坡 可能大家平常在路上走的时候 就现在没有没有水啊干净的路面上走的时候 你在上坡的时候就发现哎车越来越慢车越来越慢 因为加油加了不够 但是你在雪天路滑的时候 你在上坡越来越慢慢到一定程度你会停下来 但是一旦停下来或者说你慢下来了之后 你再想去把这个速度提上来 在雪天路滑的时候你就那是不太可能的了 就你在夏天的时候呢你慢下来了之后 你再提速你只要多踩油门 车跟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有摩擦力 它很快就会提上来 直接就是提上来 你可能会踩油踩的需要很 踩很多油才能慢慢把它推上去 但是你在雪天的时候你根本就推不上去 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牵引力 所以其实大家就像看到这辆车一样 它一开始走走过来了 但是它慢慢走着走着慢下来了 慢下来然后就上不去 所以所有的这些车都是到了那块的时候 它可能要不然就是慢下来了 没有上得去 要不然它可能在中间停住 然后你就开始回到下方 就包括自己在卡尔加里 你在比如说在路口 路口但是这个路口呢 是在坡上的一个路口 你停如果排车队 它可能最后就真的就排到那个坡上 那个时候呢 你再想去起步的话 再想去起步就很困难 经常会就容易打滑 但像这种呢 是属于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就是路面真的是油漆的滑 或者就是说这个坡真的非常的陡 你根本就 你就算再踩油 你就算这个再怎么小心 你可能都上不去 你最后还是会滑下来 所以大家比如说在走着的时候 你走着走着发现 发现前面有一个上坡了 那其实有几样 有几个选择 就是大家可以去先去试一下 不一定每个坡都能上得去 但是呢 如果比如说是一个小坡 一个小slope 不是特别特别陡的那种 先试一下这几种情况 如果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呢 那那个时候你只能是就是 再去到车 或者换一个其他的地方 如果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坡 前面车推出的都45度 尤其是比如说Santa Street那边 那你尽量在上那个坡之前 找一个路口去转过去绕一下道 不要走那个坡 但是如果要是坡还好的话呢 大家可以以下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首先你上坡之前呢 就要开始提前的提前就是去加油 用这个惯例把这个车推上去 那其实这种这种方法呢 在夏天的时候上坡也非常的 使用 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速度控制的技巧 就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大家新的去 刚刚学车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卡尔加里走 Magnet John Laurie那边 就是有大上坡大下坡 然后有很多时候你就看到那些车 在上坡的时候 一下子弯下来了 然后后面车 就跟上来了 跟上来那种时候 如果要万一这辆车 他比如说不小心 或者distracted 就很容易就撞倒 然后下坡的时候呢 大家也是跟着车就跟着坡就开始加速 然后也没有怎么踩刹车 然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像冬天的话呢 一旦你在坡上慢下来了 后面的车就会被抢 就是就必须也是要跟着你慢下来才行 那很有可能后面就会有一辆车 它开始打滑 那会影响整条路的这个车流的这个 整条路的情况 所以就算是就算是夏天 大家也可以现在就开始去锻炼这个速度控制的能力 在坡上或者坡下 上坡或者下坡上 这个保持速度平稳的这每一个技巧 现在就开始练习 这样子呢 到了冬天 它一旦开始下雪了 路开始滑了 你看到坡 不至于就是说 OK我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处理不当的话呢 还有可能会大滑 还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的车 所以 从夏天的时候大家开始练习 一旦看到前面有坡了 在坡底下就要开始踩油门 那在上坡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油门也不能停 要一直去去去 持续的去踩住这个油门 很多时候 比如说大家已经是老师 在国内已经开过很多年车了 你应该能想得到 就是应该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一边上坡 要一边慢慢的继续的往下踩油 它才可能保持住这个速度 那 现在大家如果开始练习的话呢 你要有一个意识 就是说 稍微如果要是 你走上坡的时候 一边踩油 如果你要是发现这个 这个速度表 开始往上走了 那就说明你往下踩油的 那个节奏 踩的就是有点太快了 它给油给的太多 它就开始往上停 如果要是说这个针往下走 那就说明你踩油这个节奏太慢了 你踩的不够 也不是不够 就是你踩的太慢了 你继续往下踩踩踩踩踩 主要是这个节奏 那所以呢 你在一边上坡的时候 或者一边下坡的时候 一边看路 一边看速度表 使劲 平凡的去观察速度表 这样子呢 一两公里的时候 你就要及时的去调整 脚上的那个力度 脚上的那个 往下踩的节奏 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你能达到 就是说 你在上坡的过程当中 这个速度表不变 一直卡在你想要去的那个速度 你就练成了 这样子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你用同样的方法 就在坡底下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踩油 然后一边上坡 一边持续的往下踩 然后观察速度表 调整这个力度 让它一直 这个车一直在平稳的 一个匀速的 这个匀速的 这么一个节奏上坡 一直到坡顶 就是你如果要是快到坡顶了 但是还没有到坡顶 你就松油的话 你很有可能 还是会在那卡住 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车 完全到了坡顶了之后 再去观察速度表 再去调整这个脚上的力度 千万不要提前松太早 所以在坡底的时候 提前加油 记住这个惯性 让它一直保持车速 在上坡的过程当中继续踩油 然后踩油的这个节奏 要根据速度表的这个 上下的浮动来去调整 OK 这样子呢能保证 就是说你在上坡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突然踩油 不需要突然加速 或者不需要突然减速 让这个车去失控 一直很平稳的上去 这样子呢一直到了坡顶 你就不会有打滑的可能性 那中间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车 开始打滑了 那方向盘主要去调整 脚上还是同样的力度 脚上还是要一样的控制住 千万不要突然去踩刹车 或者去突然去踩油门 如果是方向盘 如果是车开始左右晃 是方向盘的事 OK 然后如果你这个脚 还是持续这么踩 踩不上去了的话 那你直接准备就是往后溜了 那就 但是溜之前要看好后面的车 然后知道自己能往哪儿溜 打住双上灯 但是一般想小区里面的话 就是卡尔加里 像不是很陡的那种坡 以这种方法是可以就是处理好 但是如果要是坡真的很陡的话 那我其实也是不建议真的去 就是跑到那个坡上去呢 其实我之前有一次跟学生一起 有一个很陡的坡 真的就是差不多45度 就在克里森海那边 就在 Center Street 然后往那个 Deerfoot那边走 走到就是16和18 Avenue那边 在那边真的有很陡很陡的一个坡 那个真的是就是 你同样的这个处理方式 你上去到了中间真的就卡住了 如果当时我们开的那个车 可能如果是四驱的话会好一些 如果当时我们的那个车 东开如果再新一点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但是如果要是大家可以就是试一下的话 或者现在就开始练习的话 尽量去保持这个上坡和下坡的这个速度平稳 这也不仅仅是为了冬天开车做准备 就是平常大家速度控制 比如说你去路考啊 或者说你在路上开 发现后面那些车跟你跟得很近 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安全技巧 这都是一个就是开车以后 可能会一直在受益的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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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技能吧 速度控制是一个很基本的很安全很很很 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技能 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练习 那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上坡提速 上坡踩油的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 其实冬天 一个这个逻辑 开车的整个一个技巧总结下来 其实就是提前去踩刹车或者踩油门 然后让它平稳的 就是一直不断的慢慢的踩 然后平稳的提速或者平稳的减速 这样子就会避免很多打滑的情况 但是上坡主要注意的还是就是 前面不要在坡上面已经开始慢下来了 然后你再去准备提速 那样子你肯定就提不上来了 很容易就有打滑了 一定要在坡底下就开始准备 看到前面有上坡了就开始准备提速 OK 稍微快一点可能也会好一些 但是还是不要到了坡上面时候再去调整速度 尽量一个平稳的速度去上去 下坡的话呢 下坡的话不会有打滑的可能性 就是你在坡的这个下坡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不是很危险 最危险的是你下坡停不住 就是当你在下坡比如说 你在坡底下的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intersection有一个路口 或者你在坡中间有一个路口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 那所以下坡其实你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我要准备提前踩刹车 就是下坡的时候可能你本身限速是50 你上坡的时候可能也是50上来的 但是你一旦看到前面有一个下坡了 那这个时候你不管 不管前面有没有路口 你都要准备刹车 OK 如果是不是在冬天的情况下 就是夏天路面很好 路况情况很好 你在下坡的时候也要准备去踩刹车 这样子你车不会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就到一个失控的程度 或者说到前面提不下来的一个程度 或者新手就会慌嘛 所以呢 一旦就是你比如说你走上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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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现前面有个下坡了 在这儿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松油门 然后脚放在刹车上去准备减速 OK 你在夏天的时候呢 你看到可能先准备好了 然后发现这个速度表 开始慢慢慢慢往上提了的时候 它要往上提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车要越来越快的时候 你就开始慢慢的踩一点点 刹车 踩油踩刹车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踩刹车的目的 并不是说让这个车慢下来 或者停下来 而是让它不要再快 只是控制住速度而已 所以你只是踩住一点刹车 并不是一直往下踩 踩住一点刹车 让它保持这个速度平稳 一直到下面 但是如果要是坡底下有一个路口 或者说坡的过程当中 你下坡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一个路口了 这种时候不管有没有车缆 不管你需不需要停 都是要减速的 就这种时候不是要保持速度 而是要减一点速 这样子的时候 万一如果你需要停 你是可以 就是能停得住的几率 会大大的增加 OK 如果要是说 比如说你看到底下有一个路口 你发现自己有一个停牌 或者是有红灯 你需要停 需要减速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前减 不要就是像夏天一样 比如说你到了路口 这块的时候 你就开始减速 而是你要很远很远就开始减 这样子呢 你留给自己要足够的空间 万一它要是打滑的话 你不至于直接就是冲到路口里面 或者直接撞到前面的车 而是你可以在你自己 留的这段空间里面去稍微滑一点 是OK的 就不会撞到任何东西 所以下坡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知道 OK 我要做好刹车的准备 OK 不管需不需要停车 都是脚要放在刹车上准备着 如果这个坡比较缓 有的时候可能你不需要踩刹车 它也不会快 你只要松油就OK了 如果要是说这个车比较 这个波比较陡的话呢 不管你需不需要停 都要都要踩住一点刹车 如果需要停 或者觉得自己有可能需要停的话 比如说有路口 比如说有车有人在两边等着 那你不管怎么说都需要慢一些 那最后如果要是到了路口附近 一定要提前的减速 比自己要比自己平常刹车的那个时机 要早很多去减速 去开始踩刹车 这样把整个刹车的这个力度啊 给它匀开 就把它分散开 整个这个长距离分散开 这样子呢你刹车会比较稳一些 然后到了最后你也有一些余地 比如说你要准备停在这里 你其实是就是你实际的操作 是你要准备停在这 然后最后如果你要停住了 那你可以自己再慢慢往前溜一点 如果停不住 那它最后滑 也不会马上滑到人家的身上去 所以要做好这些准备 下坡其实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们 在坡底下有一个路口 然后要右转 在那个路口右转 就是没有停住 完全就是刹不下来 完全一点慢都没有 本来那个车 那条路的限速是大概50公里左右 然后呢我们下坡的时候看着踩刹车了 但是那个时候踩刹车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到了路口的时候 我们转弯其实还是在40左右的速度 那最后真的转的时候 转本来应该转到最右边嘛 直接滑到就是路中间 跨了三条车道 滑到路中间的那个隔离带上面去了 所以刹车的时候 就是不管有没有下坡嘛 入弯之前刹车非常的重要 如果有下坡的话 你要知道是在下坡上面 减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一定一定要提前的就开始去减速 OK 看到前面有下坡了 如果有路滑一定要开始减 就算你看到路上其实没有雪 那个时候也要做好就是 比如说有黑冰的准备 或者说有一层很很薄的 这个细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雪化掉了 然后它可能到了晚上 或者下午的时候 风一挂它又结成很薄的一层冰 其实看不太出来 但是它确实对你这个 刹车和停车是有影响的 那种时候一定要注意 OK 所以提前刹车 注意破底的路口 如果要是有路口的话 不管需不需要停都要减速 OK 不是只是保持速度了 要减速 然后预留足够的停车的空间 就是说你要停 准备停在你停车 就是你正常停车的一个位置之前停 然后最后一点 这个就是点杀 有的人可能比如说老司机啊 或者说有的人已经养成了 就是点杀的习惯 那这种时候呢你要知道点杀 它其实有益处也有B出 它的益处呢 确实是在点杀的那个中间的 那一点点松杀车的那个 那一点时间的时间段里面 你是可以调整一下方向盘 但这个其实方向盘 你可以调整的程度 跟你实际上你时间 就是杀死的那个程度 是差不多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那确实那一点点区别 也是以后有帮助的 所以点杀唯一的益处 就是你可以调整一下方向盘 但是它的B出呢 就是你刹车距离 确实会增长 就是比如说你正常杀死了 你到了这儿 可能就停了 但是你点杀可能 最后你杀到这里 所以就是说 你要综合 当时的这些情况去考虑 然后也要考虑到自己 就是平常的架设习惯 比如说像我 我虽然知道 点杀 还有这个 踩死刹车 这个中间的区别 但是我 就算想要去点杀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 操作不来 我不习惯去点杀 那这种时候对于我来说 最安全的还是就是 直接杀死 让这个车 一直挺住 然后如果需要 调整方向盘的话 只要你的车有ABS 这个车轮就不会爆死 那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会 对你来说是更安全的 就是以你自己去习惯 或者对你来说 操作最安全的 这么一个方式去刹车 比较好 如果你要是想要尝试 点杀的话 你要知道 OK 益处就是 你可以调整方向盘 如果当时你的车 没有左右两边晃 直接杀死 这样子来增断 就是缩短自己的刹车距离 是比较安全 比较好的 OK 好 现在说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 OK 那我们来现在说一下 具体的操作气角 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些 需要注意的哪些的道路的情况 是需要尤其注意的 或者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你具体在操作的时候 就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有哪一些 好 所以我们现在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速度 你速度到底应该开快还是开慢 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所以我们来解答一下 然后起步和停车 停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起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然后最后就是转弯 就这三点呢 是不管什么样子的路况 我们都会遇到的 就是平常 就是开车最基本的三个操作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冬天跟夏天 到底的区别是在哪些 OK 这个的话呢 我们留在最后做练习的时候 来看 这个同样的视频 这个我本来放在这里是 其实打算是让大家看一下 会发生什么 如果操作不断会发生什么 那我们正常的操作是 就是正确的操作 应该怎么去处理 可以避免这些情况 但是我们留在 把这个视频留在最后 因为确实上一次时间 就比较紧 OK 所以速度 如果要是开的太快的话呢 大家知道 打滑的可能性 会大大的增加 然后呢 另外就是停不住 然后也有可能失控 所以快的话呢 你的这个 为什么不能太快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但是你要说 OK那我就慢点开 那也不太可以 因为如果你要是开的太慢的话呢 你有可能会阻碍交通 然后也有可能会增加追尾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 就比如说 如果你要是在现在开的路上 然后再下大雪 本来能见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你开的很慢 后面那辆车呢 他没有注意 他可能觉得OK 大家其他的车都还是开50左右 然后呢 他就跟着其他车的开 结果没有想到 你在前面开个30 然后慢慢慢慢追上来了 但是因为能见度的原因呢 他到了很近了 才发现 他追上你了 但那个时候 他可能再去减速 就比较危险 就要不然他可能会突然急刹车 会打滑 要不然他可能就是刹车刹的不够 但是又停不下来 就很有可能发生追尾事故 所以不管开的太快 还是开的太慢 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那我们到底开多快呢 第一个首先要知道就是 一般来说在凯尔加里 在路就是除非小区啊 就那种大路的情况 大家还是会开在限速左右的 就可能会比限速稍微慢一点 比如说四十五四十八啊 这种比如说 因为平常大家可能都在超速 那天气不好 或者路面状况不好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就开着限速左右 大概还是在那个时候 就大概还是在那个 限速上下五公里之内 它不会慢的非常的快 除非真的雪非常的大 OK 或者小区里面雪比较厚 大家一般都会开的 比如说三十啊 或者有的时候开的很慢二十左右 但是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在大路上 在你跟其他车 就有其他车 车辆稍微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然后呢 大家都有一定的速度的时候呢 我们要根据大家车流的速度 差不多一致的那个速度来去开 就是说大家开多快 我们尽量就开多快 不要跟其他车快太多 或者比较比他们慢太多 像一般在路考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你不能说OK路考限速是50 我就要卡着限速开 那也要根据大家的车流的速度来 如果要是说大家开的都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话呢 到了路口还是会要注意 因为有的车 就是大家都很快的时候 有的车它还是会停不住 对所以呢 到了路口 大家还是盖减速要减速 稍微松一点油 就是你稍微松油 准备好做踩刹车 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要提前做好行李准备 然后提前做好刹车的准备 就像我们上一次 我们讲的就是正常安全 就是安全驾驶技巧 in general 那么讲的时候 就是你在前后的观察 你在准备 觉得自己有可能要刹车的时候 要看一下后视镜 如果后面车跟的太近了 或者它后面车还是跟的很快的话呢 那那个时候你急刹车 不光是就是自己有可能会有大话 也有可能要后面的车追上来 因为你停不住后面车也会停不住 所以一定要提前观察后面的车的情况 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提前把前面后面的这个距离给拉开 前面的距离比较好控制 那后面的距离呢 一般如果要后面那辆车跟的很快很近的话呢 你可以点一下刹车 就是轻轻的点一下 让你刹车灯闪一下 这样子后面车他可能本来没有想到 自己跟的有点近了 或者说因为能监督的原因 没有发现自己离前的车越来越近 你点一下刹车他可能就会看到 然后他可能会意识到 OK我需要稍微把这个距离拉开一点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可以控制后面车的距离的 但是前面车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是增加这个 开车的这个跟车距离的话呢 松油慢慢慢慢的 让这个车把距离拉开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突然一下去踩刹车 OK 就算如果踩的话 也是要慢慢的轻轻的 让它慢慢的慢下来才好 OK 所以速度控制一定要平稳 一定要跟其他车差不多一致 不要突然加速 不要突然减速 如果要是突然减速的话 一定就是尽量 比如说你转弯啊 你需要减速 一定要提前给后面的车一个信号 你就是打转向灯 告诉他们OK我要转弯了 这样子他们有时间去准备 他们有时间去慢下来 这样子就会安全很多 减少很多危险 OK 所以速度开的时候 in general就是你要保持跟其他车速度 尽量一致 OK 到了路口 再去提前做准备 该减速减速 提前打灯 OK 或者说提前把这个油门松开 停车和起步 那我们刚才说了 你在这个突然踩刹车 或者突然踩油门 在上坡下坡的时候 都会导致打滑 就是打滑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那你在停车和起步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要是急刹车 比如说你刹刹刹刹刹 一开始刹的很慢 然后到最后发现停不下了 突然踩一脚刹车 你就会发现这个车就会晃一下 这种时候不是就是说你停不住 而是这个车完全左右两边就开始打滑 那这种时候呢 那你就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如果你要是觉得好像这个刹车刹的油一点点少 你不要到最后的时候再去提刹车 一定要提前慢慢的把这个车刹下来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些练习 那大家从这个时候就是从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练习 我刹车怎么样可以把它很平稳的停下来 就是一般可能咱们大家刹车嘛 刹刹刹刹刹刹 最后刹不到了你时间踩脚刹车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就要开始去练习怎么样 让这个车慢慢的溜挺 就是你到了最后是一个很就是很平稳的一个刹车的节奏 让它一个非常一致的减速度 然后到最后就停住了 不需要在中间去调整 所以现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 就尽量感受一下怎么样 就是你开多快你需要刹多少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刹 它可以很平稳的停下来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像这种情况 稍微早一点点刹车 那你就可以非常的安全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情况 就比如说前面车突然急刹车了 那这个时候你也要急刹车 那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我一旦开始急刹车了 我就有可能会打滑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靠你调整方向盘了 OK 那说完停车了之后呢 起步的时候也是一样 突然踩油门 这个车也会打滑 也会左右两边晃 那这个时候一般是什么发生呢 这种情况是什么发生呢 就是比如说你在路口停住了 有一个停拍 或者说你有一个烘灯 要准备六转 但是你先停住了 停住了 然后你在那里等 等其他车都过完嘛 然后你发现 这个车跟下一个车中间有一个空 过去 然后呢 你像平常夏天一样 准备踩油进去 但是发现你踩油的时候 这个车开始空转了 开始打滑了 开始左右两边晃了 然后你本来准备好的那个空间 一下子就没有了 后面车很快就上满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卡在路中间 就比较危险 所以在进入路口之前 一定要给自己留够足够的空间 就是车跟车 一个block的这么一个距离是够的 但是在冬天的一个block可能就不够 所以你要多留一点 或者说你在冬天 你想OK 这个口我可以进 也可以再等一会儿 那这种时候最好的选择呢 就是多等一会儿 不要去抢 不要去冒那个线 一旦准备好了 留够足够的空间了 你开始起步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之前说 就是你从这个停车位出来一样 慢慢的往下踩油 OK 不是说踩少 而是说慢慢的往下踩 你还是要继续加油的 还是要加到50公里的那个速度的 或者你正常转弯的那个速度 但只不过你往下踩的时候 要慢慢的往下踩 这样子让这个车能抓得住地 对吧 然后你轮胎在转的时候 不至于打滑 所以一个是把空间留够 另外一个你在走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不要着急 要慢慢的踩油 OK 好 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了 OK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打轮的注意事项 OK 我们刚才说了 突然踩刹车 突然踩油门会容易打滑 突然打轮或者打的太急 或者就是说打的一下幅度太大 这些也是会发生打滑的情况 那比如说现在看大家看右边的这个动图 这个车其实它只是lain change而已 它只是便道而已 但是你知道大家平常便道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在夏天养成了一个习惯 一下子便道可能打的稍微有点多 他想插进去的那个感觉 有点着急 那在冬天路一旦滑了 就像这种情况 他就直接转了一圈 但是这个司机呢 他比较幸运 或者他处理的比较好 就是他最后就打滑的时候 没有突然踩刹车 没有突然踩油 他只不过让这个车不完成自己转完了 转回来了之后 他调整一下方向盘 然后继续在这条路上走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一旦需要打轮 你要知道OK 我只能慢慢的打 就是提前慢慢的打 幅度小一点 从容的去打轮 才能避免打滑的情况 那平常比如说 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窄的路口 比如说你要右转 从最右边转到最右边 可能夏天的时候减速减到大概20左右 然后快速打轮 快速回轮 你就进来了 就过得很好 而且还觉得自己拐得很顺 对不对 但是呢到了冬天 一旦你到了那种比较急的路口的时候 或者急的转弯的时候 如果速度不够慢 打轮又需要打很多 这种时候你肯定会打滑 就是如果你要速度慢不下来 你肯定会打滑 如果要是你看到前面OK 我有一个急转弯 就不管是不是路口右转 就包括比如说 你看到有一个 这个路开始往右 弯了 自然弯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急 这种时候 一定要在 入弯之前 就是你 还是直着的时候 方向爬 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 就要慢够 慢到多慢呢 一般像大路口的话 转弯也要至少至少要在20左右 或者15公里 就15公里 15公里左右 那种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小区里面如果路比较滑 就是积雪比较多 或者说你看那个路口那块坑坑洼洼的 再慢一点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要是在小区里那种坑坑洼洼的路 一旦停下来了 就像之前我们就是说停车的那个情况一样 你不可能会卡在那个小区那一块 所以呢 如果转弯 如果转弯前面有个需要转弯的地方 你要尽量慢 但是呢 如果不需要停的话 尽量不要停 一旦停下来了 你再去起步 就有很多就是complication 就需要很多你处理的这个事情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要慢慢起步 慢慢打步 或者如果你要停到坡上了 你还要担心坡 所以如果能不停的话 尽量不要停 之前有几次 我在冬天开车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停盘 但是正好是在坡上面 然后像那种 有几次我真的就是不敢停 因为我就担心一旦停下来 我就开始会往下滑 所以像那种情况就是 你慢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看一下没有车 然后就继续就走了 我是那样子处理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OK 我还是会担心两边有车出来 那你就要权衡一下 你是这个往下滑的危险更大吗 风险更大吗 还是说两边车出来 撞到你的风险更大 那就要看当时的情况 所以打轮转弯之前 一定一定要慢够OK 慢够了之后 你在打轮的时候呢 你就算打的有痕迹 就算打的需要急一点 需要打的快一点 你也不会滑出去 你还是会平原的转过去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你在 不需要慢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或者说不能慢很多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大路口 你不能这么一个五公里 在那慢慢慢慢的蹭过去 后面车早就滴滴了 所以像那种情况 你大概还是要在十五二十公里左右 在那里转 这种时候呢比如说左转右转 那你就要知道了OK 我能尽量提前打一点流 就提前打一点流 比如说你在夏天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入弯了 然后急转弯 多打一点就转过去了 然后就发现突然 自己好像进入弯了 然后再多打一点 然后才能转过去 到了冬天像这种情况 你就救不回来了 你在弯里面 如果打的不够的话 你就救不回来 你只能会打滑 所以呢要提前判断路况 提前看到前面的弯 什么时候开始提前慢慢的打一点 那冬天如果路真的很滑的时候呢 这种时候可能有的时候 Cup Corner 就是你转的小一点 可能会更安全 虽然转小的这个风险啊 还是会有 就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 可能如果大家准备路考 或者跟教练练车 说不能转小 一定不能压到黄线 是因为如果压了黄线 你可能会挡住对面的车嘛 就是 我画一下 比如这是路口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左转 这是黄线在路中间 那一般来说大家转 正常来说转 应该是这样子转的 就转一个正常的直角 这么一个弧线过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要是你在冬天的话 你这样子转 可能就是觉得转的有点急 那大家有可能就会选择 是这样子去转 这个就是转小一点 这样子转的缓一些呢 你打滑的机会就会少一些 但是呢 还是会有就是转小的危险 就是如果要是对面有一辆车 你会站到人家的车道 如果这边有一辆车 你会站到人家车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 转小的话 只能是在你发现 周围没有其他车 不会影响其他车 并且这边没有一个隔离带的情况下 就是说 如果这边有隔离带的话 你转一开始转早了 然后到了这儿 你还得再转一下 才能转到这里来 那这个时候 在这个位置 你就有可能会打滑 这个时候 你需要打滑 打轮打的比较急 所以 如果要是说Emedia 那不要这样子小小的转 只有是在可以安全的情况下 就是说 这边没有任何障碍物 对吧 然后这边也不会打到其他的车 你看到这边没有要转进来的 这边没有要过来的车 这边也没有过来的车 这种时候你才可以去做 才可以去转小一点 不过情况安全的时候 转小一点 确实会减少打滑的机会 所以大家在开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综合考虑一下 看一下路况 对吧 看一下交通情况 然后看一下自己当时的速度 如果要是说在一开始 发现速度好像想减 但是减的不太够 那这种时候可能就转小一点 会避免打滑 如果你要是转的速度不太够 还硬的这样转的话呢 打滑的机会会更多 所以要综合考虑速度一个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路况和交通情况 OK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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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够了 这样子呢你在中间 你就可以正正常常的 就是踏踏实实的转这么一个弯 不会影响到任何的车 自己也会转的比较顺 所以在这的时候 就应该已经在15公里左右了 这种情况 这种处理方式是最安全的 你换最少的 OK 所以慢的时候早一点慢 在入弯之前就要减多 OK 打轮的同时尽量避免刹车或者提速 就是说你在入弯了之后了 就不要再去踩刹车了 就算你如果发现自己 就是就算自己发现自己很快 那种时候 如果你在突然踩刹车的话 肯定会打滑 就算踩刹车 也要尽量慢慢的踩一点点 就是把住一点 就踩住一点刹车就可以 带上一点刹车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呢 到了出弯的时候提速 也不要突然的提速 很有可能大家在平常夏天开惯了 或者说在干净的路面上开惯了 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 就是你怎么开 其实问题都不大 但是一旦到了冬天 这些问题都会出来 而且都会很很严重 就是打滑会感到很严重 所以到这种时候呢 入弯之前踩刹车 到了出弯 大部分一半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踩油门 就是说不要到了 已经弯已经转过来了 再去踩 再去突然踩油 这样子这一块就很容易打滑 所以呢提前的 慢慢的开始往下踩 然后这样子你从这个弯中间到 后面到了路上的这个提速的过度 就会很平稳 然后呢你也不至于打滑 也不会去慌张 所以呢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喜欢 现在就可以开始练习 入弯之前 可以提前踩刹车 不要到了刚刚好就是到了入弯了 这块到了弯到了再去踩刹车 一定要提前在直线的时候踩刹车 出弯的时候要在路中间 就那个弯中间就开始慢慢的去踩 踩多少根据当时你的速度 或者当时你的转弯的这个弧度 去调整 然后最后回轮 回轮的话跟这个加速也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人可能到了这儿才去回轮 然后如果你要是平常发现自己开车的时候 转弯弯了回轮是每次都是需要回的很快才能回过来 一般就是说明你回轮回的太晚 然后回轮回的太晚的原因呢 一般都是你看你的开车的时候看的太近 或者转弯的时候看的太近 尤其是左转的时候 比如说很多人尤其是新手 转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去注意 这个会不会撞到中间的这个隔离带 千万不要去盯着隔离带看 到了这儿的时候一定要顺着路往远看了 看自己前方的路在哪里 这样子呢你可以提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回轮 提前回轮慢慢回轮 这样车直的时候轮子刚刚好是直的 不要等车直了之后再马上把轮子回去 OK 利用中间的这个空间去慢慢回轮 一般回轮的时机是 如果弯四分之三的时候就开始回 但是也是根据当时的弯道的弧度啊 然后根据当时的这个速度啊 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眼睛一定要顺着路往远看 提前往远看 千万千万不要看车两边要撞的东西 OK 这样子能帮助你去做这个判断 帮助你做这个 什么时候开始回轮的这个时机的判断 OK 所以回轮要从容 提前回慢慢回 减速提前踩刹车 慢慢踩刹车 打轮提前踩 提前打慢慢打 所以千万不要急刹车 如果需要 千万不要急这个 这个急转弯 如果需要急转弯的话 一定一定要再提前慢狗才可以 好现在我们继续 好像时间还是有点不太够 OK如果要是在弯道中间打滑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到底有点不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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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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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最后一遍 最后一遍 最早的 四個針尾車在高速的車輪 所以在有很邪惡是正常的工作 進入車迪遲時,如果車竟說出車或摔駛 這就不太快速的車禪 大家可以說一下ゆ meg修理的音色 請客程和落馬你也會在高速的車輪 這個位置變得一個快速的車輪 但它是超過車輪的最主要起動的車輪 在高速的車輪 Understeer happens when your front wheels lose grip in a turn, causing your car to keep going straight even though your wheels are turned to one side. Oversteer, on the other hand, happens when your rear wheels lose grip with the road. In an oversteer condition, the back end of the car will slide outward opposite the direction of your steering input. Oversteer slides can happen when rounding a curve, turning a corner, or even with a slight steering motion such as changing lanes on a highway. Most fishtailing is an oversteer condition. Slides can also be triggered by braking or accelerating. Both of these are actions that can 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vehicle's wheels to lose their grip. Okay, I just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他那个讲的understeer和oversteer的基础上, 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understeer的话呢, 就主要就是像刚才他说的那种车头会开始偏, 一般像这种情况就是一般, 一般像这种情况发生呢, 是因为一个是速度太快, 就是你转不过去了, 你本身的这个惯性呢, 顺着你就往前的这么一个方向的惯性呢, 开始把这个车往侧面, 开始往外滑, 所以一般就是速度太快, 或者呢就是你打轮打的有点晚了, 就是你发现打的不够, 但是呢一般就是因为速度太快, 才是有understeer, 就往外滑, oversteer的话, 尾的往外甩, 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因为打轮打的太快, 或者太急, 或者太多, 本身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 路面比较滑的情况下呢, 一旦打的有一点点的时候, 或者说就当时的那个路面的失滑程度, 打的有点多了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有一个叫做oversteer, 就屁股就会往外滑, 就包括咱们刚才看的那个动图, 动图里面那个车整个转了一圈, 那种就是oversteer, 然后包括可能比如说, 平常大家如果在高速上开打的话, 一般就是会是oversteer, 就一下子比如说, 病道啊, 或者转弯的时候, 转的太多了, 打轮打的太多了, 太急了, 它就会一下子就甩出去, 所以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在打滑了之后呢, 这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是oversteer还是understeer, 不管是什么样子打滑, 第一个就是一旦在走的过程当中打滑了, 不是就是说我们停车或者起步的时候打滑, 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打滑呢, 千万千万不要去突然踩刹车, 待会他会跟大家就是看几个这个实例, 就是一旦踩了刹车之后, 他打滑打的会更严重, 你连这个纠正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turn into the slide, 就这个可能会比较难理解, 但是如果又是想, 你只要比如说车头, 你要想让车头往哪边走, 你就往哪边打, 比如说你开始打滑, 车头开始往这边甩了, 你想让车头回到路上在右边, 那你就往右打, 如果要是车头往外偏了, 整个车往外滑, 那车头还是要往左去的话呢, 你就往左打,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打滑, 你在紧急情况下, 你不可能还会想, 我在往哪边滑, 这样子可能会很耽误时间, 所以只要去想, 我想让车往哪边走, 车头要往哪边走, 我就往哪边打, 一般在那种情况下, 只要你看的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说你不要看自己要撞到哪里, 就马上去找路在哪, 找路,看到路了之后呢, 一般你的身体的反应就是会往那边去, 就会往那边打轮, 所以呢, 第一个, 千万千万不要踩刹车, 一旦打滑了, 像我之前, 你就直接把这个, 这个这个的, 什么都不要去踩, 就把这个油门和刹车全都, 全都松掉, 脚就什么都不要去踩, 但是手一定要控制住方向, 怎么去控制方向, 看自己要去哪里, 然后第三点, 他说的就是不要, 不要慌, 千万不要一下子打太多,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 本来可能打了没有很多, 滑一点点, 你还可以救的回来, 但是你一下打太多, 可以一下撞了, 整个180度了, 你救都救不回来, 整个就失控了, 所以呢, 就算你在调整, 打滑的过程当中, 能打, 需要打多少, 就打多少, 千万千万不要打很多, 就是你可以这么, 它会有实力, 我们看一下。 The first point we're going to cover, is don't use your brakes.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istakes, drivers make during a slide, on a nightside worse. Here's a good example, watch the brake lights on this car, the car loses complete control, almost instantly, once the driver hits the brakes. Braking, 可以看一开始, 他其实没有打滑, 他其实没有打滑, 但是他一旦开始踩下车, 你跟下车都一旦亮了, 他直接就甩出去。 A total spin out, before the driver even had a chance, to correct the slide. For slide correction to work, your wheels need to be turning freely. The second point, turn your front wheel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at the rear of the vehicle is sliding. You've also heard about turning into the slide. these wheels turn the wheel for the rear car to go. First, what happened? The car slides from the driver's view. The steering wheel position is superimposed. you can see the rear of the vehicle, you can see the car going on the left. 就开始往右滑 它就马上往左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因为车开始差不多冲着 车头已经冲着路上去了 所以方向盘马上调直 所以在调整方向盘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就是有的人 他说OK 我如果把这个手放在12点钟 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路在哪 手就摆到哪里去 不要一下子打很低 OK 但是可能大家平常开车 手不会一直放在12点钟的方向 所以呢 你要看到这个情况 主要还是 但是这个想象还是比较好 就是这个概念是比较好的 你在这个车方向盘 把它对准 对准你的那个路的位置 如果路在这里 不要一下子打到这边来 OK 其实可以看到 它方向盘其实到了上面 动的不是什么 像这个你看它打这么多 是因为路弯在这边 所以它需要打一些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马上打过去的 是慢慢打过去的 然后等它转过来之后 慢慢地把它回去 就是方向盘 不只是顺着路的方向 好的 组织 Juli the last point don't panic and don't overcorrect an oversteer slide gives the car angular momentum which means it will want to keep rotating into a full spin over correcting will send the car r rotating faster than the steering can counter and the car will spin out let's take a look some real world examples of accidents in slides some that were corrected successfully some that weren't 这就是正确的处理的这个 这就是正确的处理的这个 这个可以大家看到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刹车是在他已经直了之后再去开始踩的 他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什么都没有踩的 你不要继续踩油门 就整个完全踩油门 然后其实在这个 这个video就之前咱们看这个动图这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看这个司机 在这块时候也没有怎么调整 这个时候已经完成就是出去了 他回轮在这里再是回的 他回的时候其实是就是等这个车差不多 差不多转过来了 然后对准坐路了 然后他去调整把这个车整个方向给调整好 所以千万记得啊 第一是首先要避免这个打轮 首先避免打滑 怎么打滑就跟我们之前说的 提前去减速 ok然后如果路面实在是特别特别滑的那种情况下呢 就不要去上路了 就跟我们之前第一次课 提前去看一下天气预报 提前去看一下路面的情况 听一听广播听听交通广播 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路况 ok 然后呢到了路上的时候呢 该减速的时候要提前减速慢慢减 该打完 该转弯的时候要提前做好准备 ok 这些能避免的话是最最好的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已经开始打滑的情况下呢 首先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脚上不要踩油 不要踩刹车 脚上直接就let go就可以了 但手上一定要去调整 根据什么调整呢 去找路在哪里 把方向盘往路那个方向去打 不要只是说我要往左打或者往右打 不要一下子打太多 ok 所以这个讲完了之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如果有的话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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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雨动 然后现在我们说一下跟其他车辆的配合 这个其实呢不光光是在冬天开车的时候 在夏天开车或者说正常天气情况良好路面情况良好的时候 大家也要养成一个就是观察的好习惯 然后这样子呢万一有什么其他车有些异常的情况 或者是感觉他们有什么就是特殊的动作 这样子呢你可以提前去做准备 这个准备的时间在冬天路滑的时候是尤其尤其重要的 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的不够远 你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东西离你很近了 但是那个时候你是可以刹得住的 在冬天如果你要是看的不够远的话 在你很近突然有个东西出现 或者突然需要你刹车 那个时候你刹不住的 所以呢观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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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一定要提前看远 那这个如果你要是之前听我们上次讲的话 应该可以一个眼睛看到了 就是你整个刹车的时间 就是你从开始踩刹 或者从一直到踩刹车到真正停下来 整个时间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是你意识的时间 就是你意识到自己需要刹车了 这个是需要四分之三秒的 然后反应时间就是你脚从油门放到刹车上 是四分之三秒 然后最后刹车的时间 刹车时间就是你已经开始踩到底了 然后但是车可能因为惯性啊 因为路面的情况啊等等等等等等 因为你的速度啊 它会划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停下来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呢 你最最主要的就是最危险的 其实是你这个刹车时间 可能你的意识时间和反应时间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呢你刹车的时候最后 因为你这个路面很滑 你会滑出去尤其的远 所以你要尤其的看得够远 你才能尽量把自己的反应时间和这个意识的时间提前 你刹车的时间才有才够 OK 所以 意识时间怎么去把它 怎么去把它缩短 那你就是要提前 一直要去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惕 要去有意识的去找 需要你停车的地方 你需要你停车的情况 比如说前面有没有路口 比如说前面有没有上坡下坡 比如说前面有没有路边有两边的人 对吧 就是有意识的去找 然后提高警惕 不要说我就开 一般在冬天大家倒也会很小心 所以意识的这个时间呢 一般这个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呢 一定要保持紧急 OK 不要再去玩手机啊 不要再去看其他的东西了 OK 反应的时间呢 就是脚从刹车放到油门 就油门放到刹车 开始踩刹车的这个时间 那怎么去缩短呢 比如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了 觉得有可能需要我去踩刹车 这种时候你就提前把脚放到刹车上 准备好就才 这样子就会省一点点时间 OK 然后最后刹车时间就跟我们上次 上次讲座说的 刹车车 雪胎要换好 刹车片要维护好 对吧 车况整个要准备好 这样子呢 你到了那种紧急的情况下 能省多少时间 省多少时间 对不对 能早点停就早点停 OK 这样子你本身心里就会有一个安慰 就有一点安全感 然后如果到了政治情况 可能真的一两秒的时间 你要不然撞到那辆车 要不然不撞到那辆车 就是这个区别 然后呢 这个跟车距离啊 这些也是要小心 把这个跟车距离拉开 夏天你可能跟车跟一两车的样子 然后冬天的话 你两辆车三辆车 能离多远离多远 OK 能见度的话呢 一个是自己要看到其他的东西 然后另外也是让其他司机要看到我们 OK 用如果要是下雪或者下雨的话 不是下雪或者下雾的话 在冬天的话呢 记得要开近光灯 不要开远光灯 远光灯的话是会反光过来的 看的不够远 不会就是穿过这个 对反而会反光 反而你看的不够远 看的更少更近 OK 如果要是有雾灯的话 开雾灯会比较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如果要是说这个 当时这个车没有自动的把这个车灯打开的话 你要知道怎么去手动把车前灯打开 一旦把车前灯打开了 你的后面的尾灯会亮 这样子前后的车呢 都知道你在哪里 如果你要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又下雪又下雾 真的其他车看不太清楚的 但是如果一旦有了你的车前灯或者车尾灯 它能从灯判断你在哪里哪个位置 它就可以提前跟你配合 所以 在下雪或者下雾的时候 或者就是说天井 那你如果要是天黑呢 那这个就肯定了 一定要把车前灯打开 但是 如果要是下雪下雾 不是在城外跑 一定不要开大一眼光灯 然后路边的情况要多注意 就像之前我说的这个意识的事件 你要提前去观察 观察的是什么 前方的路况 你要提前有一个预判 前面是要不要转弯 转弯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开始踩刹车 这些你看到了之后 才能去做决定 你要看不到的话 必须要提前减速 就是说 有时候你前面只能看这么远 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时候 你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的把事都减下来 这样子你刹车的时间 才会大大的缩短 OK 然后你注意的需要自己停的情况 一般比如说行人 自行车 或者是停牌让牌 路口 这些要提前的看得到 OK 如果能见度较低 一定要减速慢行 转向灯要提前打 就跟我们之前说的 你转弯 如果你要是不提前打灯的话 后面车可能就没有想到你会突然的减速 他可能想着你执行 那就保持速度了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你突然踩刹车 而且刹车还很多 因为你转弯一下要从50慢到20去 一下要慢到很多 后面车如果来不及的话 他可能就会撞上来 所以一定要在减速之前 就是你刹车灯亮之前 再多给他几秒的时间去打灯 让他看到你的灯 让他去减速 包括便到的时候也是 便到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自己提前观察好了 然后你进去之前打灯进去 这样子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呢 要打一会灯 就是你在本来的那条道上 打灯打了一会 再观察一下 这样子在后面的车呢 他有一点时间能看得到你的灯 然后有一点时间能为了你的病道 把你后面那个空给你留出来 能把它那个距离拉开 这样子你在进去的时候呢 就不会造成后面的车会慌张 或者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 就算你很自信 就算你判断的非常好 但是你一旦打了灯了之后 其他车更容易跟你配合 就相当来说会更安全一些 OK 然后最后刹车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刹车灯呢 可以帮助你 让后面的车把距离拉开 就是你可以闪一下 帮助它 然后另外呢 你在刹车的时候要提前刹车 不要等到了最后了 再去挤刹车 把整个刹车的这个力度给它分拦开 提前刹慢慢刹 这样后面的车也好有时间去反应 去减速 OK 所以我们现在 注意事项 就是这个交主管的信号灯和路牌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前方的预判 如果是红灯的话 提前刹车 不用等前方的车再刹了 你再去刹 然后前面的转向灯啊 刹车灯也是 不要等它已经再去刹车了 然后你再去乱 看到它的灯了 你就提前把这个距离拉开 这样子 它如果停下车 它如果停不住 你不至于受影响 OK 如果速度 其它车很快 它打着灯 但是它没有解速的话 你要知道它有可能会打坏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它周围 就要有些小心 后面的后置镜 你要经常看 这样子自己刹车啊 或者说你需要病道啊 这些你都要有一个 给自己 两边的车 自己后前后的车 都要留个足够的时间 路口 你要知道 如果要比如说 咱们从路口直行走的话 两边有车 左转或者右转 它们转弯有可能会慢 有可能会打滑 所以呢 到了路口 只要你看到前面这个路口 有车 可能会在咱们前面转弯的话 提前把这个速度减下来 把这个空给它 留给它 让它想怎么慢怎么慢 想这么滑怎么滑 但是咱们跟它有一定的距离 这样子就会比较安全 但是还是像之前说的 如果你需要减速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减慢慢减 所以一定要看的够远 你才有可能 有这个反应的时间 有可能这个减 踩刹车的时间 所以冬天往远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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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多远 至少两个街区 一个半街区 OK 如果看不见的话 那你就要减速 那你就要慢一些 不要按照正常的速度再去看了 OK 现在我们练习好像又没有时间了 Make should we stop here should we stop here or should we stop here do we keep on going so the exercise i was planning is mainly for observation so for like on google maps and then those um other cars look for their signals and brake lights but i kind of i already touched on them already throughout the workshop so we could stop here if you're okay or if he wants to do this exercise do you want to say that again in mandarin just we're going to say that again we're going to say that again uh yeah um uh 你也有多少練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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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練習了嗎? 但它是很相似的 我們在前面的練習了 OK 嗯 所以如果你知道 我認為你只做一個練習 我們會結束的練習了嗎? OK, sure, yeah 只做一個練習了 我們會結束的練習了 我們會結束的練習了 你還會結束的練習了嗎? 我只是想問 你看到前面這個情況了 你具體的操作是甚麼? 嗯 對 所以 比如說 你有配音那個 video? 我們先從這個 這個map上面拿一個吧 好 嗯 這樣子操作起來 比較可能會比較好些 很快 現在我們是比較這個 比較 比較 這是夏天的路 沒有雪了 但是大家就是當 如果是在雪天的話 看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OK 現在這樣走在路上 我可以現在說一下前面其實是一個上坡 OK 所以現在先看一下有哪些有可能會發生的危險 就根據咱們剛才就是過的整個workshop 前面有哪些危險 前面這是一個上坡 前面這是一個上坡 所以呢 你們發現 有那種可能性 有可能會打滑 有可能會 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會打滑 現在前面 然後為什麼會打滑 然後為什麼會打滑 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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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打滑 對 轉右 因為如果你慢的時候 很好 轉右的時候 對 所以 所以你現在 比如說現在離這個轉彎 彎道有這麼遠 你現在要幹嘛 慢下來 對 然後慢下來的同事要幹嘛 慢下來 之前要幹嘛 來這還要 要打燈 轉向燈 對 一定要轉向燈 其實在現在如果要是公道 這條路是60的路 如果在這個距離減速 其實已經有一點點晚了 所以盡量可以再早一點點開始減速 但是如果已經在坡上了的話 現在如果已經開始坡 那可能減速它會減的比較快 因為有上坡 所以到時候大家要做好調整的這個速度 調整腳上力度的準備 但是最最關鍵的是 就是說如果要右轉 現在就要開始打燈 如果還沒有打燈的話 一定要提前打燈 然後不要等到彎道了再打 現在就打燈 然後現在就開始準備減速 然後到了彎道 因為這裡有一個讓牌嘛 所以要提前看這邊的車 那看這邊車的時候 有一個 剛才我們講到了 進入路口的時候要怎麼樣 我們要先慢下來看看有沒有車轉到我們的車道 如果沒有的就是右轉我們就可以慢慢去 對 如果是有車轉我們先就停下來 讓那個對方的車先走 很好 這樣這個規則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在夏天還是冬天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需要知道了 但是冬天跟夏天有一個區別要 再加一步 有一個需要意識到 是什麼來著 要給自己有夠大 尤其大的空間 就是你覺得後面沒車了 你可以走 但是有沒有車的這個距離的判斷 要比夏天要多一些 因為你體步的時候要稍微慢一些 這個要有意識 就是說你在進入路口 轉完之後進入路口了 你一定要體度要慢一些 然後要去多個空間 好 那下面如果我們要去執行的話 如果我們要去執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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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很容易打滑 很容易出事的 它會把你飛出去 如果你就切出快一點 對 一定很慢的 對 車會打滑 車會左右晃 車會左右晃 對 然後如果要執行的話 我現在就直接說了 執行的話大家可以看 有坡 而且有紅綠燈 那就說明什麼呢 有可能會需要在坡上面停車 那這種時候大家就要小心 這個意識 首先這個危險要意識到 然後另外一個處理方法 就跟我們之前說的 如果沒有 沒有紅燈 沒有黃燈的話 能不停盡量不停 然後要保持這個速度一致 要一直往下慢慢的踩油 如果要是碰到黃燈或者紅燈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了 跟前面的車要和後面的車 都要留夠足夠的距離 這樣前面的車 首先咱們要知道 跟前面車留夠距離 因為前面車在起步的時候 有可能會打滑 OK 那後面的車如果要是我們打滑 撞到後面的話 那沒有辦法 對吧 所以每輛車都應該知道 跟前面要保持足夠距離 就怕他在起步的時候會打滑 因為有閃破 OK 所以這些就是我要講到的 講到所有了 大家還有 查理 查理你有問題嗎 查理 哦 彎塊子神 您說 剛才老師說那個 到了轉彎這兒 是不是需要先停一下 如果說交叉的那個車道 有車要過的話 用不相當地停一下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交通 交通 一個讓牌 對 這個其實是規則 有一個 里讓牌這有一個 有一個 對 那讓牌的處理 其實就是有車的時候 要停在 停在哪裡呢 停在這裡 這裡 不是人行道之前 停在進入這個路口之前 在這裡停 把這些車讓乾淨了之後 再進入路口 但是讓牌的話 如果沒有車 就是說您在這轉彎 比如轉彎前 您在這兒的時候 看一眼那邊 好像沒有車來 那您到這兒的時候 最後再回頭看一眼 還沒有車來 他們都停在那兒 那這個時候 你是不應該停的 讓牌是沒車不能停 有車再停 但是可以慢 可以慢 有車再停 沒車不能停 對 如果是停海的話 不管有沒有車 都要先停 好的 謝謝 謝謝 沒事 今天很謝謝老師 講了很多 很好很好的 informati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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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辛苦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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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